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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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梦想编辑部的 《笑声梦》新闻节目时段 这一节有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按赞我们这一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回头陶杰的猜猜都包头 都搞不定 太阳碎了 话说他身处于BNO造家英国 因此与香港方面出现了一些时差 如果他要很贴地了解香港的新闻和政治变化 我们经常说一天都嫌多 是的 政治是顺色万变 所以有时候你今天说了 或者今天你见到情况是这样的 但其实不用一天可能整个情况就会变化了 是的 老实说陶杰说了这么多 例如在他出的帖子或者YouTube做会员等等 到最后希望大家看到吗? 蓝蓝的词词 陶杰披藏 希望大家伸出援手支持支持 给他一些订阅费用 都是想拿来赚钱 有时候说一些事情 对 你的受众 可能见你炒了车 或者你的宜外之音 或者衰在哪里 都未必有足够的思考和逻辑力 想得明白 只是一如以往就听到你说就算了 可能说了什么小龙DNA 有时候你们这些人 常常说什么 说逻辑 说哲学 又说历史 什么说世界大局观 什么 只看你这件事都够好笑 我们拿出来笑一下好吗? 是 绝对需要的 对于李家超能不能够去到APEC的问题 其实都说了很久 或者讨论都说了很久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媒体的报道 就是说在李家超的什么日程 就说他失望 所以就去APEC 那个时间就给了陈茂波 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媒体的资料 是这样的 那究竟为什么他会突然大些东西 给自己做也好 还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先声夺人 就告诉别人 我不有空 是我不去的 什么APEC 我不知道是什么 不去不去不去 算了算了 陈茂波去吧 我不有空 这APEC 你们自己搞吧 就避开了 到时别人说要制裁你 一开始的时候 给了这帮陶结的皇友 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陶结所以就会出了个帖子 就是说 原来不是美国禁止入境去APEC 真相大霸 而是特首事忙 主动放弃前往 那又是 美国空前禁衰弱 天天不是 枪击案 就是满街 露宿的穷鬼 特首当然痴之以鼻 不如留一口气 你听他这样说 是不是笑着美国 其实他先踩美国一脚 说到为什么不去美国 不如留一口气 下次访问阿富汗讨论塔利班金融投资香港 或者在哈马斯击败以色列之后 访问巴勒斯坦的加沙废墟 介绍一下香港建公屋的经验 哈哈哈 这个意思就是说 对呀 美国很差 不要来啊 不要来啊 你去阿富汗吧 哇 这么酸也有的这个人 真的 我都被骗了头 有时候很难理解 代入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 不过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 他其实是借这种酸溜溜的形式来讽刺 其实是特首啊 他自己选择不去 是不是呢 这似乎是的 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你不来APEC呢 为什么你这么忙呢 究竟忙什么呢 是啊 因为美国问题多嘛 什么喪屍 喪屍城 有那些零缘口嘛 所以不来咯 是啊 不要来啊 日后呢 就是你去那些 即是更加差的那些 但是呢 你会把它当好 什么去 什么袈裟废 什么什么 就是觉得 是啊 美国都双你不起 那些也双得不起吧 可能他出这条帖的时候 他不知道原来真实是怎么样 原来 李家超是有收到邀请的 就是代表着 美国是有邀请的 并非李家超自己扮忙不来 不是这样的 你知道多拉英梦叮当的有钱人是否叫阿福 是的 阿福 如果阿福接下来要搞一个派对 你也收到疯了 他会邀叛叛府 会邀请正义 会邀请木杏那些去 但你也知道阿福不太喜欢大红 大红也知道自己 阿福也常常笑我 打笑我不好 都想不邀请我 然后有些人问 大红 阿福有没有邀请你来派对吗? 我忙啊 我不去 我叫了多拉英梦带我去 他有点像做这种形式 但是 人们可能在外围会觉得 阿福根本没有邀请你 扮什么忙啊 叫多拉英梦带你去 不如叫老鼠带你去吧 就是有点代入这个故事 大家可能这样容易明白 但是 就不知道原来 阿福真的有邀请大红 只不过 大红可能避免去到阿福家 到时有些事就尴尬 不如不要去 其实也可以 所以叫多拉英梦去 就行了 诚意识就解释到了 即使关键在于 究竟有没有真的收到邀请 我们看到最新 国家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11月1日主持了一个例行的记者会 也有记者提问 究竟香港有没有收到东道主的邀请 来出席这个APEC 汪文斌说明特首李家超本人收到美方 记住是美国发出的与会邀请 也解释了因为李家超日程的原因 所以改了 被陈茂波代位出席 这个说法之后 大区政府很搞笑 在昨晚再跟随着 再去确认李家超本人 是收到美国发出的邀请 再说一次 改了由陈茂波 特区政府再公布多一次 一开始就有国家认证 然后特区政府自己再出声明 说回整件事 我们看回那个时差 可能陶杰就刚刚起床了 很坚持吗 我不清楚他那个时间在哪里 可能是这样 刚刚起床了 不过他一向都是 凡是有关可以 宣下这个宣下那个 位置的时候 他就会乘虚而入 但是你已经炒了 现在真的 确确实实 李家超是有收到邀请 如果你说 美国直接邀请也不邀请李家超 还要调多他两句 我们东道主这个地方 说到自己很厉害的 不准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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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什么的 或者在邀请卡 或者邀请函 可能在后面写一些字 印肥佬礼 黄之锋 还有罗冠聪 许智峰 林卓廷 尹兆坚 毛孟静 胡志伟 全部印出他们的名字 印出他们的名字 FREE 行不行 不会这样做 对吧 所以整件事都是很公表的 不是像陶杰说的 有些人说 是呀 你没有空了 下次去加沙 看看怎样建屋 等等 觉得 是呀 美国这些地方 就不适合你的了 遲些就去 塔利班 去阿富汗 等等 有些这样的玩法 是 听起来就好像 很有趣的 不过实际上来说 但听起来真的叫做好炒车 没办法了 他那些的仇众 都觉得很开心 会跟着一起炒 例如有些人怎么说呢 自说自话自言自语 什么是自说自话 不过不要紧的 豪杰一向都是 他有一帮仇众 很喜欢听他那些 训话 而且是有一个 群组里面 他们是有交流的 是很信他说的 是非常信他说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付钱 他那种说的说法 听起来好像很过瘾 但很多时候其实是扭曲了原意 甚至乎是跟原意相反的 就算炒了车也没所谓 总之他的受众喜欢听就行了 你理得我 我说什么关你什么事 他可以这样带回来的 是的 我是乱说的 吹呀 有人听 有人送我 怎样呢 那时候也有人问他 为什么你又可以写功夫茶 然后又可以写苹果 还是怎样的 他说自己好像扶机那样的 你喜欢听什么就听什么 你想听什么我就写什么给你 是的 他又是说了 如果派陈茂波去APEC 都略嫌太过高级了 因为他周边都窮鬼 什么枪击案 可以改用麦美娟 去羞辱拜登 他就配合他的受众 所以他的受众 什么人就想什么 对呀 麦美娟喜欢说粗口 到时就走去对拜登说粗口 不要说到这么傻 我们看到了 其实整件事 是很公平的 亦是很根据大家应该要做什么 有什么安排 还是怎样的 例如 在说的 叫做习拜会 习近平主席 会去见拜登 一起谈一下 都说了会安排在 APEC 这一次大家会面的时间 就抽点 另一些时间 再做这个习拜会 大家不用 飞来飞去 或者走来走去 找个中间的地方 行不行 当然也是在美国里面 我们才是在APEC以外的位置 还搞笑 有些白痴的 图结的受众 会说这些话 这些人又是不用脑 其实图结也不会说这些人不用脑 没有记忆的 建议巴叔不要是 以免受到外国势力恥笑 最近陈茂波去了英国 法国 去谈金融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我们在节目也说过 甚至乎英国方面 也有些意外惊喜 有些官员也跟陈茂波 坐下聊聊天 吹吹吹水 是的 其实你看到 正式的官员 大家其实都是希望保持沟通的 有一帮人 就觉得 一直都是看死特区政府 一事无成 容碌无为 根本就很想香港死一样的 但是那帮人 他自己以前都是生活在香港 有一部分就去了英国 有一部分也都可能是留在香港的 不过就很 拜这个 图结所说的 一起就继续在宣特区政府 很多时候都是透过一些 似是而非的说法 继续在耻笑 政府耻笑各级官员 这种行为在这个时候 仍然有市场 你能看到 不然这一天 都不会仍然有那么多寿众 对不对 就是 如果你知道 李家超 是真的收到美国的邀请涵的人说 以你贵为 别人叫你财子 甚至乎以前叫你 香港第一财子 如果说到这样的话 又经常开口迷口 又说那些 连同那些什么爆位冲 又说我们讲求逻辑 又有什么不理性的 我们就叫他转台 不要听 其实最不理性 最不讲逻辑 最不讲记忆 最不讲历史 就是听他们 乱说二十四 你听他们不是乱说二十四 不断扭曲事实 说到好像在他的方向 发展一样 其实也不是那一回事 就好像这次出席APEC的事情 其实我不觉得有什么有趣 只不过一个国家邀请特首去 特首不方便去 那就不去 这件事就结束了 没错 当中背后可能涉及 一些制裁的问题 在这件事上 就没有特别 去提及有关制裁的问题 所以才不去 既然官方说是 因日程问题 所以才不出席 那件事就结束了 我不明白 为什么可以 炒作这么多东西 就像唐杰那样 作过这么搞笑的理由出来 不过作这些理由 对大家有什么帮助呢 最后就看不到什么帮助 得淡笑 最后就是 最白痴的就是他那些什么呢 明明你是见到 王毅部长就去到美国 见布林肯和拜登 大家聊一下 还是怎样的 内容他自己都知道 中美是要合作来迎接世界不同的挑战 记住啊 是合作的 即是大家要握手合作的 那些 要啊 攀手合作的那种 不是什么敌对 什么中美争霸 并非这些事 他都知道 别人说的内容 都没得很抽水了 这个陶杰 很棒 为了他的受众 就拿当时 例如 王毅坐的位置 拜登坐的位置 接着又再对比 习主席在国家出席一些会议的时候 究竟是怎样坐 拿那个坐的位置 说来羞辱谁 有什么外交 怎样怎样 或者那个安排座位 究竟是怎样 来到是不是有什么的暗示 来到羞辱你 还是怎样 不要想到这么小气 这些全部都是自我想象出来的 是吗 是呀 我觉得很无聊 整天都是 讲这些似是而非的 作故事的事情 不过很有趣的 社会就很多人 不喜欢听这些似层层 但其实 又不是真的发生的阴谋 所以就不要学这些 叫做才子 但是 很多东西都浪浪上口 就是哲学 诗词歌赋 历史 等等等等 语数加真 但是 实际说话 是相当之阴厕的 你也明白了 不是啦 就是说中美如何合作的时候 你就说不是 说中美合作 但是 在这个 安排座位上 就羞辱你 其实是不妥你的 哇 这么厉害 如果这样的话 反而显得 王毅部长 就大方了 人家没有出什么声音 没有说什么 又不是叫你好像 整股专家 大家记得那一幕吗 车文精师家委 切勿乱坐 原来是一张小凳 很矮的 红A的桌子 即是在办公室 你说如果给几张红A的桌子 就叫王毅部长坐 还是什么 或者坐圆椅 摺椅 你又坐那些 有得挨的 你说这样就叫做羞辱 如果你说座位 你摆位的安排 都是一种羞辱 我又不觉得 见到是什么 你说拜登坐在主席位 你跟他谈 就好像老板 跟下属聊天 就变成了王毅 就是下属 就是一种羞辱 有时候 你用了一种 这么官僚 这么阶级观念 的目光 这些 去看的话 你就会觉得是羞辱 即是你自己 小气 肃骨 小气 最大剂就是这种 小气 当然受众觉得过瘾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今节先说到这里 好吗 好 希望APEX集拜会 可以有更加好的 更加正向的消息 可以给大家看到 好吗 今节先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